加興超級市場在梁景村服務的家綱已經有十八年的名字了 為村內的居民提供 價廉物理的貨品能得到的是 以及居民建立了的感情 加興老闆看出居民生活艱難 願意以低廉的價錢授賣的貨品 要減低梁景村的居民經濟負擔 當中的人情味呢 已經成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市民在現今還有幾多個 好像加興這一類的超級市場呢 更何況它三萬的貨品 有很多是被惠康八戒武人法提供的 為何領匯還要趕走這間 無可取代的超級市場呢 加興廣受居民支持 領匯為何要反對它在這裏續租呢 加興在梁景村 立租十八年之久 足見深受居民的喜愛 在加興裏面 我們經常看到人頭擁有 大家捧著一代二代的貨品 本載而歸 領匯其中一個使命宣言就是 為顧客帶來 特為顧客帶來 廣受歡迎的購物體驗 難道加興不是嗎 領匯其中一個價值的宣言 就是以客為尊 以人為本 請問領匯今次趕著加興的舉動 有沒有尊重過這個居民 有沒有尊重過居民 支持加興續租的意願 有很多反對領匯 不及與加興續租的聲音出現的時候 加興呀 有沒有真正的聆聽過呢 難道領匯作為一個上次的企業 就一定要埋活良知 領匯的社會的責任在哪裏 如果連加興呀 都被這些維康百佳 壓迫 維康百佳 大公司壟斷的時候 市民就要被迫 用亡歸的價值 和同樣的貨品 只要令到他們的生活法上加根 所以很請領匯 批准加興超級市場續租 做個有良心的企業 做到真正的體育民情 做到其中一個使命宣言 為顧客帶來講受歡迎的特務體驗 做到其中一個價值的宣言 就是以客為尊 以人為本 我們現在很希望 街坊可以就住 家兄弟不必遷 這個議題 出來說一兩句話 你叫家兄出來說一兩句話 有沒有人願意說兩句話 有沒有人 說一下 說兩句話 大家